7.18分 继续来看到是国际各大报纸头条 首先是华盛顿邮报 美国国会选举11月就要登场了 总统欧巴马所属的民主党面临了严重的考验 一家美国广播公司进行的民调显示 大部分的民众希望由共和党来接掌国会 而另外欧巴马的支持率 已经从原先的46%降到了41% 来到上任以来的最低点 好 民调下降呢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跟欧巴马 在东欧跟中东情势上的处理 近来是受到批评 欧巴马星期一呢 特别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护 他说虽然看起来缓慢 但是相对的其实呢比较稳定 也可以避免美国卷入军事冲突 并且他抨击那些主张要动用武力 处理外交事业的人 好 再来英国卫报 英国这星期将会开始一项跨党派的活动 而活动内容呢 主要是要谴责独立党 为欧洲议会选举所制作的反欧盟海报 里头有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 好 这也让他们备受批评 而他们认为这个海报的内容 意图煽动国内种族歧视 对移民的仇恨 这是今天的读头条看世界 再见 再见